大牛哥 你有沒有覺得有一些人 就是愛鬧事 小小事情 他也可以把它弄得 超大一件事情 他受一點小傷而已 那傷口都快看不到 他就說自己快要死掉 你講這個真的 我就想到我一個朋友 就是這樣子 小傷小創就這樣 就不得了這樣子 有一次我跟他走在路上 是他不小心 有人天雨路滑 就滑了一跤 然後腳上就稍微有一點那種 小擦傷而已 他馬上就衝去急診室 然後醫生還跟他講 還好你來得及時 那是真的有出現什麼大問題嗎 他一聽他也很緊張 醫生那要不要做個CT 還是照個X光 然後謹慎檢查一下 醫生 不會 我是說你如果晚來一點的話 你那個傷口就癒合了 這醫生是在幽默幾點 所以觀眾朋友 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大事化小 才足夠成熟 還是說小提大作 其實有時候 才是能先掌握先機的呢 沒有帶驚小怪 沒有啊 你看傷口當然要放大再 放大都看不到 真的 歡迎收看今晚台戰吧 首先歡迎 最一次浮誇 容易大驚小怪的 小提大作一組 好 我這邊的主事婉轉 最能息事您的大事化小衣服 小提大作其實就是很多人喜歡 掛在嘴上的成語對不對 主要就是形容各種不必要的 那有不必要一些小事情很重要啊 真的 所有的大事都是從小事開始的 我們是要大格局的人 大格局就注重大的事情 就注重那些芝麻事件的小細節 可是大的問題都是從小的開始啊 而且細節是從大事啊 沒有 我跟你講 做人就是要防患一味 我本來就是那種動不動的筋 就好痛 好痛 然後傷口到底在哪裡 對啊 找得要命 但對於這種習慣 這個小提大作人來說 也許他會覺得說 拜託 我是先洞察先機耶 包括時候發生事情的時候 你們都說沒看到沒看到 我早就看到了好不好 真的 一開始這個暖身體 就要問一下大家 什麼事情就愛小提大作人 絕對是會傷害到身邊的人 都覺得好心累 你們可以不要這樣了嗎 聽劇排 應該吧 對 應該吧 我剛剛本來想說 應該是有例外 但後來想想沒有 對啊 不是 因為我家很大嘛 算大啦 對 常常就會如果 我會聽到我老婆 老公 老公 那個好像就會有什麼大事 其實出去也沒有 就只蟑螂而已 蟑螂很值得大救耶 這很重要 對 而且我覺得 叫的方式有差很多 如果叫老公這種就還好 老公 對 像如果在家裡面 聽到媽媽講 韓一幫三個字 就講我本名就完了 完了 大事 像我們家管理員 通常管理員都會講說 韓先生麻煩來簽個名 我們家那個管理員 就會直接講 韓一幫過來 我這樣玩 你要玩 這麼需要 你要受兇耶 這差很多 怎麼叫也差很多 我兒子直接 也是叫 什麼事啊 太過分了 好像不少人都有碰到 這種小毒大作的特質 我們優雲有幫我們調查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萬階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而今天將由特派員優雲 為網友們說出心底話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根據今晚開發 觀眾粉絲團還有 抱怨職場大小時生活作 都要盡量罵 我們調查了下說 你也容易小題大作嗎 統計其實有86.7%的人 表示自己其實是容易小題大作 而且這些網友呢 他們分享 為什麼自己喜歡小題大作呢 是因為呢 他就說 就是因為在意 所以我們才會小題大作啊 而且你也不想想 誰會沒事無聊 自己找事做 當然都是因為關心 而且你們不覺得 把事情鬧大 好像也很好玩嗎 也沒有 不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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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挺 OK 反正這位網友呢 就是你確定你真的 不是來鬧事的嗎 不過呢 我們也針對這些網友的 一些討論 來針對說 到底哪一些小題大作 其實會讓大家心很累喔 好 首先看到的是第五名 訊息回答 OK 就認定是在敷衍 甚至開始暴怒啦 這在6.2% 那第二名呢 就是朋友只是不經意地皺起眉頭 就要約他開啟彈心大會 這占了25.9% 有網友就分享 就是之前有一次公司在開會的時候 他就是因為覺得開會的時間有點長 然後覺得肩頸酸痛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轉脖子 動動肩胛骨 沒有想到會議結束 他老闆就把他叫進小房間約談 就說你對公司的決策有什麼不滿 對 就改了壓力山大啦 好啦 如果這種小題大作一組 老是愛過度解讀 是不是真的讓人家白口莫辯呢 你們兩個是不是就是會過度解讀 人家任何動作的人 沒有過度解讀 但是不得不說 我之前就曾經有過小題大作的事情過 有一天我就跟當時的那個男朋友 就大吵一架 然後就吵吵吵 一開始電話吵 後來他就掛了電話之後 就開始訊息吵 你是大吵一架是大吵飯一架 如果是那個的話那很開心 那還不錯 那很開心 那可以大吵兩架 但是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 我有點忘了為了什麼事情 因為太久了 但是就是吵得很兇 他最後就訊息傳了一句說 我真的不想再理你了 然後這句傳出來之後 接下來我不管訊息他多少東西 他都沒有回 然後也沒有讀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你這一句話當結尾 接下來又不讀不回 這就是分手 我就覺得這就是分手 然後我就開始立刻打給 所有身邊的朋友 開始哭說 就是跟所有的朋友 真的小提到 只是不讀不回 又是你不讀不回 又睡著而已 第一人男朋友 你就是會覺得就是分手 然後又最後又講說 我不要再理你了 對 就真的是打給身邊 一輪水好 朋友跟他們哭說 我分手了 然後他們就都立刻來安慰我 然後還要帶我出去喝酒或幹嘛 對 結果到了隔天長起來 那個男朋友就傳訊息來說 我昨天後來睡著了 你要幹嘛 你看嗎 鬧整晚 對 然後就想說 怎麼辦 好尷尬 原來他只是睡著了 後來朋友又看到說 我們兩個一起出來 就問他說 所以你們是吵架 你們現在是複合了嗎 我說對 對 複合了 沒有 根本沒分手 根本沒吵架 你根本是神經病耶 怎麼辦 周圍 聽過一個晚上就複合了 我有一個女生的朋友 昨天晚上才發生這事情 真的假的 然後她不是對她男朋友這樣 她對我們身邊的朋友都這樣 怎麼樣 昨天重點是我還在跟她傳簡訊 傳完簡訊之後 然後晚上大概下半的時候 我在路上要開車回家 那因為我是直接接車上的聲音 你就知道接一定會有個時間 會互差這樣 對 然後她就打電話來 然後我就接起來 接起來之後就誤差 她就說 怎麼收績那麼差 我再打一次 我再打一次 她就掛掉了 她就沒再打來了 又再隔了大概約莫三分鐘 她又打來 打來 她說 好尷尬 你可能只是沒信號 她打不進來吧 我說 還蠻誇誇的 她說你 我下午才會跟你訊息嗎 我下午才會跟你訊息 然後你剛才才打給我 對啊 我幹嘛要封鎖你啊 天啊 她就說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想說你網友電話有問題 所以我就直接打手機的電話給你 但是兩通都直接進語音信箱 我說我不知道啊 我的手機就是都沒響啊 她就說你是不是封鎖我 是不是很讓人生氣 她就很在意你是個朋友 對 非常的習慣 而且現在也很刺不可能 就是不會有訊號啊 對啊 是不是 你們兩個真的是小提大夫那個炸的 這種你屬於那種做夢起來 還會生氣的那種 最怕女朋友 早上起來 她前面做了惡夢 早上起來看到你第一句就說 你就在跟那些妹玩啊 對啊 會生氣啊 因為會預知夢 這是預知夢嗎 做夢啊 做夢啊 這很值得生氣 這種最是迷之空間耶 其他人一起 現在他也都在隱蔽才在做這種 沒有 你氣是氣在說 你沒玩到還會被罵 有玩到就算了 對 我要講的是這種小提大做的 就是我覺得女孩子之間很容易這樣子 就是 一點點小事情就把她鬧很大 對 我們有一個女生 她只是跟她男朋友有點吵架 然後就跟她的閨蜜 就我們大家好朋友 她就抱怨她的男朋友 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後來我們大家又去吃飯 然後結果其他幾個女生 就把這件事情 她們私下就解讀到 然後有一個知名的火鍋店是這樣子 如果你的好朋友分手的話 他有一個機器人走出來 有嗎 分手快樂 這麼丟臉 超多點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在那邊吃這種火鍋 突然間一個機器過來 開始唱 有 真的 網路超多音 分手快樂 這會翻臉嗎 我們現在他們對 那種店員也會上去 一起圍成一圈 對 好像那個機器人 開始唱分手快樂的時候 當事者那女生還想說 誰分手了 誰分手了 然後大家對她唱 她就一陣尷尬 Oh my god 然後我在旁邊我才知道 可是不是聽說只是吵架嗎 怎麼 其他女生弄得到 她好像分手一樣 然後還在那邊 就是還要介紹男朋友給她 最後鬧到就是 當事者那個男生 她知道這件事情 她跟所有女生生氣說 我們就只是小小的摳叫 你鬧到 整間餐廳都覺得 太鬧了 超尷尬 外景拍完以後 就招待公司的人 大家去那個火鍋店吃東西 然後吃完 然後我其中一個員工就說 你幫他 那個叫經理來 你幫他唱 他剛分手 他剛分手 他說點辰剛分手 點辰其實已經分手 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就因為好玩 就唱分手快樂 主演大家就很愛 他是整首唱完嗎 整首 對 唱整首 也太尷尬了 而且唱得還真好 很用心 不是隨便亂唱 不是 主演女生 沒有感情 他們是很有感情的 分手快樂 而且至少五個 然後唱到隔壁桌 隔壁桌都會想哭的那一種 真的 看好隔壁桌 也有個女生也失戀 一直哭 但假傳的誤會也就算了 可是舞陽 你是真的直接小題大作 然後真的分手 真的分手 那時候是大概17歲 跟那個女生已經在一起 大概一年多 然後就非常的順 一直有討論到 就是大學的時候 因為我們說是住在鄉下 然後他比我早半年 考上了大學 也是在我們鄉下的那個城市 可是我要上的大學 跟我要上的系 就是在首度 然後我一直跟他講 我如果真的考那邊 你覺得怎麼樣 然後他一直來 在我們談戀愛的過程中 他一直覺得很支持 你可以去 很棒 你加油 然後這樣子一年過後了 我終於要考試 考上了 考上了 這個城市在巴西 是重要慶祝的一個日子 對啊 我就發信息 馬上發信息給他 給我女朋友 我真的上了那個大學 就好開心 然後就下一個朋友 下一個朋友 下一個兄弟 下一個朋友 然後跟親戚 爸媽 媽媽 阿嬤 阿公什麼的 全部發了 然後大家都好熱鬧 炫耀 對 就大家都好 那不是炫耀 我是真的好開心 他就是在小蹄大座 小蹄大座 這個是開心 太誇張 好像舉人也叫大字宣傳 沒有 然後朋友一直發信息給我說 我們等一下要不要喝酒 我們趕快去買個蛋糕 或是你要去哪裡吃飯 然後我想說 一直在回她家的過程中 我腦袋突然想到了 我女朋友呢 我女朋友的訊息呢 怎麼會 我花了 已經快45分鐘了 快一個小時 她沒回我 就把你封鎖了 我在挑她 沒有 沒有封鎖 沒有封鎖 就是你聽著 奇怪 只封鎖 然後我在照她的訊息的過程中 咛咛咛 她的訊息就來了 又來 恭喜了你 很棒 就這樣 然後我就看我這 不然你要 但不是很忙 你要打一篇作文 沒有 不用一個作文 可是我以為她會打我 你還要弄一排非洲人 那邊跳舞 我以為她會打我 你這樣弄成這樣子嗎 如果吃這個比基尼可以 就是沒有 但是發一個信息 那我問你 你本來期待她的回應是什麼 我的期待她就是 可能直接打給我 或者譬如說 也要問我要不要慶祝什麼的 跟所有人一樣 但是唯一是最冷漠的 唯一是最淡調的 或許她可能覺得 她考上大學就會找別的女生了 也不是 我覺得她跟那些妹玩 就是跟那些妹玩 對 今天小迪大哥 你不要問你 沒有問題 這一題我夢過 我跟你講 沒有 對啊 在我等一下 即使我問號好多 我是直接跟說 算了 我就直接祈禱她是過去 想說 為什麼她那麼冷掉 然後我就到人家邊說 深呼吸 說不定她是心情不好 發生了什麼事 她就敲門 她一打開 你怎麼出現了 我說 因為我升大學了 我想說來來看你一下 好 來 然後她說你怎麼了 我說你這麼只是這樣子 恭喜我就沒事了 然後她就跟你媽一樣 不讓我回什麼 對啊 我說不讓我回什麼 我就把所有其他的朋友的訊息 就是大家都好熱情 在約我出去 慶祝 因為你上次考大學 我一次幫你慶祝 你也很開心 那你這麼只是給我一句話 所以她年紀比你大 一歲 因為我們在一起這麼久 她知道我很在意這一點 就像她知道 我知道她很在意一些點 雖然對我來說那個不重要 可是我還會幫她想 我以為她會為我像這一點 最在意就是她 結果吵來吵去 結果她回得這麼冷落 她受不了 對 然後就是這一點 是真的果不及 就當天生的分手 她跟我說什麼 那果然你要我怎麼樣 真的 她說 果然你要怎麼樣 我說 我要 就是你可以幫我想 因為你上次考大學 是我幫你想 她說那不如我們就 來在家裡看電影 這個不是我們一定 幾乎在做的事情嗎 你懂嗎 然後覺得這件事情 真的很普通 反正你已經要去大學 跟那些妹玩了 對啊 早不該也好啦 日子冒酷 過了一段難過的時端了 你畢竟她知道大學怎麼玩 她已經玩得很開心了 對啊 女生已經上大學 她搞不好有認識 已經玩得很開心了 所以她已經知道怎麼玩了 對啊 但就是這個樣子 畢竟她已經上大學 你們包我的故事 原來也變成好悲傷 不是被劈腿嗎 講得很像女生已經劈腿了 對 沒有 講得下一個 我們是不是還在推波助瀾 你們才是那個吧 因為她會害小時候 就是那個才會玩 對 好玩 讓你總是被承承 新時代互動式綜藝 快快來訂閱按下小鈴鐺喔 小鈴鐺喔